对,这种取舍啊,取舍很重要 像整个这一组线的疏密关系 应该是后边应该线应该比较密一点 对,不,它这个就根据你在观察的 对,对,你比如前头是阔液 后边呢可以加一些碎液 或者前头碎液,后头用一些虚的办法 它是不同的表现的手法来 你比如说这块吧,这块呢 后边加一些其他的种类的叶子 那用它的密度的线 就是它这种风力关系 对,给它 对,给它画了 这样给它衬托出来了 不同的一种 这个叶子就是,王老师就说 老师就说画工笔的,适合画工笔的 嗯,这种啊,协议也可以啊 这个东西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我觉得 也可以作为配景,也可以作为主景 这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的 嗯,一个通过写生呢 一个是了解结构 了解它这个,这个植物的结构 另外一个要解决的一个 它对于这个画的东西的一种感觉 这一点很重要 有些人光注意结构了 不注意它那个疏密关系 和这整体的那种感觉 画出来它就没有生气 所以我觉得第一感觉是很重要 其实叶子大小也有意的 对,这个写生也要加尽主观的东西 是吧,不要,不要说纯客观的东西 它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就跟临摹一样 你最后照搬,照抄,没有用的 一定要把自己的主观 对它的认识要加进去 这样呢,你画出了东西 才能更有自己的东西 取舍呀,疏密呀,夸张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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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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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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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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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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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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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别谈植物 好些我都认不清 就可以谈 说这叫什么植物 我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画的好看 不知道叫什么 比如王老师 这个签证 刚才说那个叫什么植的 灰背植 灰背植 要终于画血液和什么搭配的比较好一点 这得看你的自己的需求了 对 写生就是靠一个组织 最后 你的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组织 这样的话 你在画出创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用 是吧 有些人他 画这个照搬 真实的 其实真实的 你也得 你必须也得变 因为你不是照相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你自己的主观加进去以后 你很快呢 就可以用到创作之中去 这样你写生跟创作 它就不脱节的 像这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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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